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亿斤粮 6亿公斤粮食 那么自己能生产5亿 那么还有一点 1.2亿吧 应该是要进口 那么按这个比例来说 中国的缺口并不大 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 中国在进口粮食的过程中间 它有一部分是农产品 折扣成粮食来计算 那么中国内部的这个肉类供应 相对还是比较充足 而且价格不是那么离谱 最起码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吧 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其实是买得起肉的 不像40年前 是吧 买块肉它得合计半天 是吧 悬摸一个好日子 是吧 给家里加个菜 加个肉食 现在呢 基本上来说 还是能解决肉食的问题 那么粮食产量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 如果说缺滑外汇 农产品的进口中间 就短少一些他们认为能够减免的东西 说到底一句话 肉食一旦减少 人民消耗的粮食它就会增加 这样呢 粮食的出口 粮食的进口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这个接口会很大 以前我们总是笑话乡下来的亲戚 一顿能吃三大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有水不足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没有足够的外汇 你从哪进口粮食 都是问题 那么进口粮食 尤其是这个玉米高粱之类的 它主要是为了转化为饲料的 饲料是为了转化为肉食 是吧 去年开始中国的这个猪瘟 在全国范围内 甚至连海南岛都沦陷 也就意味着中国内地没有一个明确的省份 是能逃避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经常说 这个肉食中间有一部分是安全的 很多人认为 来自于内蒙大草原的流洋肉至少是安全的 对吧 风流病现在也不怎么提了 那个 叫什么猪瘟 它又传不到流身上 对吧 流洋最起码是安全的吧 其实还真不是 中国只有一种肉食目前是安全的 那就是驴子 猪瘤马羊 像鸡兔这些东西 都有饲料 驴子目前好像没有饲料 所以养殖业一直有两句话 算是治理名言 一句呢叫家有千万 或者说家称千万 带毛都不算 这句话讲的是 养殖业它有这个疫情 是吧 发生了瘟疫 发生了这个五号病 就全完了 是吧 第二句话是 巡流月马连女 就你要让流上标的话 十天就够了 一巡 你要让马标肥体壮 一个月就可以把它喂好 喂的毛色鲜亮 增强力了 驴子呢 你要让它骨架的大一号 就得花一年的时间 因为它完全是吃草吃接杆 它没有能力 在短期内用饲料 转化为肉食 是吧 那么没有饲料的东西 我们知道 现在是最安全的 那么中国的肉食供应 在未来将会越发的困难 因为猪有猪瘟 羊有布病 布食病 原部的布 它是一个 用外国发明者的名字 来命名的这个疾病 我是没办法记得全名 因为我不懂案 其实布病是人序共患的 养羊的人 很多人因为工作中的不小心 得了布病 终身都会发地烧 有一些人还会导致一线炎 所以牧民中很多人暴死 暴死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布病遭产生 那么牛呢 我们知道风流病 是吧 这个传的沸沸养养 但是在中国风流病的发病率并不高 而五号病的发病率相当高 五号病就是我们称为疫情的 这种流温 在重要的养殖区 哪怕是散养的 基本上三到四年爆发疑问 集中养殖的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养殖业呢 比较原始 或者说即便是集中饲养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出现疫病之后 通常情况下 按照畜牧兽医局的这个标准呢 应该是减下耳耗寻求补偿 或者说他买过保险 就像来过刘洋的这个保险 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 政府会补贴一部分 然后把这个刘洋杀死 得了病的刘洋杀死 杀死以后呢 浇上柴油 充分的燃烧 然后挖坑生埋 正常的程序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这个基层 舍不得这笔钱 监管部门也想挣这笔钱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 畜牧社医局的人 把刘洋的耳耗捡下来以后呢 拍拍屁股拿一跌子钱 他就走了 然后养殖户 就把这些刘洋 宰杀放学了以后 运向市场 当然了 卖这个东西的人 他是知道有这么回事的 我们都说只有错买的 没有错卖的 所以卖这些 身患异病的 这些刘洋的商人 他们给的这个采购价值 他们卖的价值也不高 类似于促销一样 就像我们一直说 老母猪肉不许卖 是吧 煮不烂 但是我们 在市场上 经常能看到老母猪肉啊 那你老母猪肉的人吃到嘴 你你为什么就相信 得了疫病的这些刘洋 他会按照标准的程序 去焚毁呢 对不对 所以中国社会呢 它历来是一个 见前眼看的 这么一个环境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 就我们看到了 我经历的这几十年来 没有什么明确的变化 现代人们都奔得起 没有人跟你谈道徒 有些人说 中国人 中国经济就算 乱了 是吧 也不会造反 中国人饿死 都不会造反 甚至有人编出了一个段 中国人吃草都不会造反 是吧 吃一年都没算 那这把不胡扯蛋了 对不对 你吃一年给我看看 中国的素食者不多 而且吃草这个段子 根本也不是这个 中国领导人说的 这是四五年 日本战败之前 阿兰维吉大将 曾经写过 淡草无梨 啃草根喝梨汤 他确信 一亿欲碎 皇国不灭 他相信 全国人民 都能抗击美军的侵略 就算都死了 日本也不会灭亡 他永存在人们的心里 他当时是为了鼓励日本的民众 继续对抗 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攻击 就这么一个东西 不要把它当回事 他只是一个段子 对我们来说 中共的领导人不会 有这种认识 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 他们虽然相信他们能发动群众 但是他们没有自大到这一步 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大妖精后遗阵 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官方统计的应该是三千七百万以上 说中国人饿死都不造反 那是他对中国现代史不了解 没有造反吗 别说那三年 整个文革期间都没有造反吗 小的是吧 三年自然灾害的期间 地方的政变造反 整村的起义 甚至还出了十几个皇帝 对吧 整村的起义 相对大一点的这种民怨 群体性事件 以暴力的方式终结的 涉案人被枪毙的 两百多期 三年两百多期 少吗 就像我们知道的沙特 沙特每年的政变 每年的造反 都有一百多期 你知道吗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认为他没有发生吗 文革期间没有人反抗中共 没有人反抗毛泽东 这是你的幻觉 五七一功臣忘了吗 林彪的儿子林立国 就准备 穿到的林彪令立中央 把毛泽东干掉 所以对中国不了解的人 总是在那自说自话 认为中国人饿死都不会造反 谁跟你说的呀 你不了解中国历史 不了解中国现代史 你认为你认为顶个屁用 对不对 一帮耳鼻在这预测中国的未来 我告诉你中国的未来 不是你我可以预测的 经济已经完了 美国人即使容忍他 继续在世界经贸体系中 在一个稳定的替代国 形成之前 继续混下去 中国在世界经贸体系 这个大循环中 它的地位也将是逐渐 沦落 中国现实的问题是解决不了民众的就业问题 你收了这么多钱 让这么多农民的孩子 参加高考 取落他们跳龙们 能够改变人的一生活 老百姓花了无数的血汗钱 来供养自己的孩子上学 最后他们不仅找不到工作 即便找到了一个 勉强能够混个温饱的工作 比不上大学 当农民工的兄弟们 他们的获得还要少 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就不会无条件的跟着共产党走 造不造反 不是你我决定的 老百姓现实的很 中共能不能够维持继续的统治 就取决于 他们能不能 继续让中国人 寒混着的跟着他走 就算心里有一度的火 暂时不发出 其实中共唯一的就是一个绝招 如果2019年他们实在玩不转 习胖会小手一举高喊一声 我要打台湾 对吧 就这一招 别的好像都没了 看吧 看中美之间的谈判 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最后呢 看看2019年 习胖是不是会喊出 他在位 共产党所有执政最辉煌的阶段 最强硬 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这东西急不解决问题 再见